大家好,我是叔叔吃米 今天给大家做一个馅菜肉包 准备好馅菜 猪肉馅 葱姜 盐 13香 蒜拉油 中筋面粉 以及酵母 酵母用温水 对开 之后倒入中筋面粉中 再加入冷水 水要多加一些,拌成絮状,像这样 之后将所有的面粉揉成一个大面团 揉光滑 它们有干面 放在没有人碰触的地方 在发酵的时候不要经常去翻,开盖子去看 剪菜两把 摘干净,焯水,破碎 之后,放入准备好的肉馅中 加入葱姜,13香,蚝油等调料 翻面一个多小时后就放好了 揉面,排出气泡 把所有的面,碎面都放入中间 包好的面 你能感觉你在揉的时候 非常软 之后,扔成长条 分成均匀的小面团 每个面团正好是你手心的大小 像这样 因为我带了塑料手套 所以有点粘手 把每个小面团揉好 揉光滑 稍微醒一会儿 开始擀包子皮了 擀的时候要注意中间厚 四千薄 一边搅 一边擀皮 把拌好的馅放入面皮中间 一边用手摁着馅一边 捏折 放入馅的时候 要用勺子压一压 包子包好了 放入锅中继续醒发二十分钟 然后开火 好,锅盖没盖盐 后来还是盖上了 看蒸出来的馅菜包子和馒头 软软的 按下去都不会塌下去 掰开尝一尝 嗯,味道好极了 好,好 好,好 好,好